如果我跟银行借钱 我跟银行借钱5% 5% because actually under GTFS because我们也有一个是给 Green loan 你可能有5 如果你的IRR 你的是12 如果你的是12 8 你就赚到钱了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那个叫做 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所以太阳能的电价 是从建筑费开始算的 因为它的Maintainance Operation cost is not a big part of 它的cost 是它的capex 是它 big part of the cost 所以意思就是你的电价 其实是很stable 因为 it depends on the capex and you already invested over 20 years 我们可以不可以 Export RE去新加坡 2018年 我去跟新加坡政府说 你们需要我的 所以你又是 没有 那个是很奇怪的 从你这边 2018年我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是很需要再生人员的 他跟我说 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100% reserve margin 意思就是我的用电量 最高用电量和我的reserve 可以一倍 没有可能有人要用你的再生人员 新加坡你错了 错的很淋谱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说 不对 因为你那边有很多 regional headquarters multinational regional headquarters 他们 want RE by electrons You cannot get it anywhere except us 我就这样跟他说 就是当时你 那是2018年的时候 MSG的那个东西 那个我们叫RE100 RE100 因为很多MNC就是国际公司 已经sign了100%的 它要在它的value chain 低碳 2014年有些人 2050年我就要0 我所有的 碳中和 有些人是碳中和 有些人是我所有的电 我所有的能源 都是要再生能源来的 那叫RE100 100% renewable energy OK 所以我就想 你的很多regional headquarters 要renewable energy 他说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下台 我被下台的时候 2020年 他们就来找我帮忙了 我们要怎么让马来西亚政府 可以卖这个电给我们 但是幸好 我们又做回政府了 然后这个也很好 就是Rafizzi 还有Nik Nazmi 那个时候 他们就真的决定了 因为之前 国盟在做政府的时候 就说 我们不卖了 因为这个是 对 那时候有些 on and off的东西 对 我们不卖ban了 ban了过后 我们其实慢很多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些 Solar Plage 慢很多了 那个时候过后幸好 就是Rafizzi 还有Nik Nazmi 回来就讲 OK 我们要export 新人员 可以export新人员去新加坡 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重要呢 是因为新加坡要4GW of firm power 现在我们才export 100MW 对 现在我们是 还没有export anything 4GW 4GW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是很 是一个 很 就会 为我们带来很多 很好的 这一个 multiplier 然后如果政府 因为政府在做这个 energy exchange which I don't think it's the simplest way but 他们要做这个 但是 这个我其实也是我想问你的 energy exchange 它到底是 比较复杂一点 就让 但是 你一定可以简单的 跟我们讲一下 没有没有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最 简单化的 去让我们的player 去play in the Singapore market 他是比较 他比较 复杂一点的一个 他要 因为他bypass Tenagar 他要sing a buyer 所以 但是 只要我们能够卖到去 我们这里的人 可能 不同的 policy 如果做部长 我不会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 让 太过很复杂 太过复杂 但是也有他好的好处 就是 就是A跟B 你选嘛 就是不是一个 对和错的东西 但是anyway 你用 through the energy exchange 4GW can be sold to Singapore 4GW firm power 那个firm power 的意思就是什么 是一直要有的 所以 不是那种 你讲的那个 对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做 4GW 是much more than 4GW that is a lot a lot of investment 但是 我们当然他要4GW 不一定是全部 从买下去 那好吗 因为他从 跟我们买水 他就知道了 不容易跟我们买东西 是吧 他可能也叫diversify 他的source 他就可能会 一点是从 好像是辽国还是 辽国也是从我们 我们pass 叫做LTMS 那他应该是印第 台湾 马来西亚 所以他从辽国 买了是pass through 我们的电网的 OK LTMS 之前我们的时候 新加坡就不要 sign那个LTM 我们就做 我们是Asian Power Grid 所以我就跟 然后我们就做 OK我们 新加坡都不想 sign so we'll sign it LTM 本来就是LTM 先是LTM 过后新加坡看到 他就觉得可行 然后他在 他过了几年后 就是我背下来后 可能一两年过后 他就做成LTMS 其实negotiation的时候是LTMS 可是他有一点 由于他们不参了 我们先做LTM 然后他的LTMS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一块蛋糕 所以他是 immediately enlarge your 那个 马来西亚 这个再生能源的 这样岂不是除了现在 LSS5 还会有 LSS6 7 8 Depending on the mode of it so 就是要看 你是用B2B的方式 还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的那个 还不很clear 那个guide line 还没有真的出来 但是呢 如果是真的跑 他就第一个刺激到 我们的那个什么 第二个刺激到的呢 是经 我是看报纸 因为我没有在内阁 我看报纸 那个部长讲了 那个3rd party access framework 3rd party access framework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看报纸 我不太懂 这个如果是过后没有 你们不要找我 我看报纸 这个3rd party access framework 这一次 这一个国会的时候 会呈上 我们还没有接受到通知 可是如果他呈上了过后 我们定了法案 有3rd party access framework 过后呢 我们的Solar player 我们的RE player 可以怎样玩呢 他就可以这样 尤其是现在 我们适应了很多data center 这些data center 不管你是Google也好 Microsoft也好 Amazon也好 都是RE100 companies so they have pressure 他们有很大压力 要用RE的 so他要怎样买RE呢 他在马来西亚就是从 这个TNB买 TNB is a mix mix of fossil fuel plus RE so他要怎样真正可以买到RE呢 就可以用TPA 所以为什么TPA 不只是会刺激我们的 这个新能源市场 也会是刺激呢 这个data center tPA的意思 好像就是我的farm let's say我的solar farm 是在槟城的 但是我将我的店 转给TNB的电网 然后TNB在从南马这边 给这个data center 对 就给他中间过一手 对 就是过路费 你要想像是过路费 如果我在这里 我要过那个电网 我要给过路费 给了过路费 去到我的customer 就好像你有什么products 你也是要放弃你的罗里 经过那个highway 然后你要给那个toe 然后就去到你的客户 这个就是TPA third party access framework 但是呢 third party access不只是Vlink charges 每个人想我卖到电给他 就完了 这样我就给个Vlink charges 我们叫做Vlink charges W-H-E-R-E-N-G Vlink charges一定是TNB 因为他是他的电网是 但是发电就你赚咯 let's say for example 你卖给你的customer 这个钱 一个钱了 你发电的钱加你给TNB的Vlink charges 过路费 要高过你卖给他的price 这样你不是赚到那个钱咯 过路费还不是只是唯一一个chargers 有一个chargers叫stand by charge 过路费是Vlink 我有spell一下 我可能你们可以去 check Vlink charges和我们叫做stand by charges 为什么要给stand by charges meneخ for example 你卖给你的客户 你突然间你的plan不work 突然间你有mout function 谁给他 它不能接收 不能就是停电 这样谁要给他那个电 就是stand by的电 就是TNB要给他那stand by的电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我们是不是有多的能源 过剩的能源 我们的过剩的呢 我们叫做reserve 我们的reserve capacity 我们的reserve capacity 是超过50的 之前攒了很多 所以你攒了很多IPP 对啊攒了很多 那些还没有开始的IPP 合约我攒了很多那些合约 然后现在慢慢我们的价格是25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25的 然后其实你的电费 是有给300 chargers 因为这个就是要给你有好的电 因为有一些人的电 你看菲律宾就好 菲律宾呢 电费很高了 但是他的问题是 他的reserve margin太低了 我们叫reserve margin太低了 这个电这个plan 一 under maintenance 说只是什么 他的总电就不够了 然后就这边没有电 那边没有电 他们的side一定很高 我们叫做 怎么有点像我们在东马 发生的事情 那个Saba发生的 这个是Saba发生的 side一定很高的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半岛的side 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对对 这我们有感受在KL 很少说什么地方 你停电 你停电你4个小时过后 还停电 那个T&B是要被罚钱的 OK 所以这些 reserve margin一定要有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是客户 刚才我们讲回去 你A你要卖给B 需要有standby 需要有standby 所以standby也要给T&B 因为是T&B 放你standby的 所以这次又是buyer给了 这个 没有 这个 all counted as your cost 你只是 charge它 energy price so你的wheeling charges your generation cost and your standby charges then你这个些就是你的total cost 然后你就卖给这个 at the price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ecosystem 你说这个东西重要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 对对对 讲到重要 为什么 讲的这么长 为什么 what's the next 为什么这东西重要呢 有了这个东西呢 data center more willing to come and invest in Malaysia 现在他们已经 很willing了 因为他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里面 在生能源的这一个policy政策 最progressive ok 所以如果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最progressive的一个国家 然后 谁是跟我们现在竞争的 泰国吗 我觉得泰国 越南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都很 我们是很快 我们在赤道上面 因为我们是很humid的这个国家 就是很潮湿的国家 潮湿的国家 我们都是diffuse sunlight 所以我们的sunlight是中等 如果跟其他国家来说 是中等的这个sun and tan city top top这样子 这样我们之前都敢all in啊 我们的政策 因为我们的成本是低的 因为我记得我在建桥上课的时候 我的那个professor 常常就说这个太阳能是不能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那边上课可能2009了吧 201忘记了 那个时候呢 他就说太阳能不能的 因为这个成本就是这样 它的level cost of electricity 是很高的 成本是做不了 以前我都是听人家讲不行 成本不行 后来突然间就行了 但是其实是因为技术 solar panel的技术 很多 我觉得很多马来西亚的人 其实不知道 马来西亚 发太阳电来讲 在全球是小 small play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小嘛 我们的需求也很小 你发电就是这个发电 但是我们其实是很 one of the biggest solar panel manufacturing country 就是我们制造电板呢 是全球可以排名的 我们每一年制造电板 这个好像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 就是中国那边跑了过来这边 也不是 还没有 美国跟中国还没有真正比较 比较 还没有吵架的时候 每一次都在吵 就是那个没有这样激烈的时候 那个贸易代没有再激烈的时候 都已经来自马来西亚同事 所以你看 不需要只是看那些 developer 就是solar developer 就是最end user 就是卖 帮你装电板 去large scale solar 去net energy upstream的也可以 upstream也可以 但是很多upstream的 不是在这里list 对 不是在这里list 是 但是你要看它的周边 它的整个ecosystem upstream要卖什么东西 它有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可以可行的 然后你要想 全球的这个趋势是什么呢 全球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是电子车 它叫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 Vehicle跟能源 是其实还有data center 这三个东西都是跟能源 是很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呢 data center is very energy guzzling 意思就是它需要很多很多的power 它的power从哪里来 就是从electricity来 所以electricity demand is going to grow because data center because computing power 你需要很多很多的 这个processing power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的车越来越多是电动车了 那个时候你要充电也是从哪里来 也是从电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我们电的电网的电是从哪里来 这个 但是你说电的需求 我们看这样的趋势了 我不敢讲我是什么先知什么了 但是我们全球对电的需求一定会增加的 因为有这个data or processing the need of processing power 还有我们electric vehicle的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 所以我觉得电这个行业还是可以有很多player 就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边 整个market会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 讲到这个ecosystem的时候就有好像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的 就是你说要upgrade我们的grip 我们的电网对吗 就是说你说就你提到有三个方向吗 第一就是有那个storage 然后第二就是你要有更好的电网对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电网现在 我们电网其实还电网是够的 但是你看太阳能尤其是为什么政府会比较希望做large scale 不是做这种小小小小的 因为它是会你每一个inject进去那个电网 它都会有spike 我不知道叫什么这个technical的一个 它的就是会弄到那个电网的那个不稳定 对对对 所以它最能够答案的答案的就是27 现在但是它是有技术可以strengthen 但是strengthen又要钱 所以如果strengthen要钱 we need to count it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player the reeling charges 或是给普通店名的reeling charges 你有没有想说 明白 所以要给这一个strengthening 就是on top of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维修 也有加强我们的电网等等的 这些是business as usual when I have very stable I do this right 如果我要on top of this 我还要再增加这个 为了就是要拿更多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话 可以在电网里面配更高比例的 更高比例的话 这样需要付钱 是那个再生能源的player 应该要付钱 所以他会应该要算在reeling charges 就是刚才我说了 过路费 这个再生能源的player 是需要给 所以下一阶段为什么重要 就是你讲到的dirt product assets 跟新加坡的export energy exchange 这些要build起来 然后才可以for下一阶段的发展 对 OK 哇 这个很多的东西 没有 其实下一阶段的发展 现在netter的就差不多 就有再更让你leap frog 就是让你 再飞上去的 对 因为现在下一阶段就是 就是我们叫做extrapolation 就是跟住 如果你要exponential的成长 你知道一个breakthrough a breakthrough will be export will be tpa and then another thing is that 因为到现在政府还是算不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self consumption的stand by charges 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我今天我有个厂 我隔壁也是我的地来的 Let's say for example 因为有些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可能养鸡啊 或者是做什么 我的 我有个warehouse 我隔壁也是我的地 前面也是地 哪里都是我的地 我要卖电给我自己 我要帮我自己 省电费啊 我现在只能够坐在我屋顶啊 under any end 所以我可以不可以坐在我隔壁 做self consumption 这个叫self consumption 我坐在我隔壁 我给我电自己嘛 我给我电自己 但是我要有secure的electricity 因为我怕有时候我的 坏掉了 坏掉了 我就要给stand by charges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 我们现在要come up with stand by charges 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现在如果是真正有在solar industry的人 都会知道 现在很想要政府快点 但是政府也是做对 就是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呢 如果做不好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电网的 这个电的security 就是安全性的 就是到时候我们就停电了 可能断电啊什么啊 所以天币或者是我们的energy commission 都还是保持比较保守的态度 这种也是好的 因为你改革太快 我们的电网一不稳定 那个时候就很多 我们最大一次的blackout 我们叫blackout 是1990多年了 那个很久了 所以我们很久没有total blackout过了 但是如果你做不好呢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会total blackout的 所以他们很怕会有total blackout 一发生就吓跑那些data center的investors 对了 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发生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 我觉得先好的是什么 energy commission 保持的态度 和我们的solar industry 或者是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他们要很aggressive 要很快点改革 我们energy commission 要的是比较慢的 steady的 这样子的一个conflict其实是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样子才我可以改革多一点吗 我可以改革慢一点吗 慢慢最重要就是那个蛋糕要慢慢的 越变越大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人 可以在这边分了一倍更了 这样子 就其实现在你觉得我们的这个 ecosystem已经是 已经有一个出现 对 越变越完整 他可能会慢几个月 或者可能慢半年一年 但是我看不到 看不到有selective的理由 no no i don't see it i don't see 我觉得尤其是 有人会问 换了政府怎么样 如果又换政府怎么样 你刚刚已经回答了 就是说基层公务员 他们没有换就行了 对 我觉得这个换了 你看上一次我们 史莱丹争政变过 换了政府 虽然慢了 东西没有慢 但是也有推 一些我计划的一些东西 他们还推 还推出来 我觉得虽然慢了一点 就是会可能会比较慢 因为都是可能就不同的部长 会有不同的focus 所以那个时候慢了一点 但是还有推 所以我就知道 其实主要的做部长 如果你要有政策 然后你的政策能够长过你的任期的话 已经是成功了 你的主要的角色 要说服的角色 就是你的公务员 你要让他们觉得 这个是好的政策 你要让他们觉得 我怎么样都要把这个政策做出来 因为这个是对国家好的 如果你能够说服到你的公务员 说服到你的stakeholders 你吓人了过他们还会继续做的 然后我觉得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 就能够继续的做这个下去 我就非常感谢美英 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东西 可是我觉得我还贪心一点 我还有一些想再帮观众朋友问的 就是我看到有些评论讲到 第一他说做太阳能发电站 其实好像也不环保 我砍掉了我们的树 第一个这个 第二现在Data Center 这么多的外国来 因为我们电费便宜吗 所以他们来abuse我们的低电费 他们来吸我们的国家资源 你怎么看这两个 这个Data Center 所以你的Data Center的Energy Cost cannot be a subsidized cost 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津贴 给Data Center的电费 因为所有的给的津贴 什么都是要马来西亚人民 去享受的第一 所以你的电费 不能是有津贴的 有津贴成分的津贴 所以他们给的电费 不是我们给的电费 也是 但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tariff的那个category 一样 但是是没有在津贴的那个category 我们马来西亚的电费 不是每一个category都是有 是第一个300kWh才有 他们是MV的 他们是MV的 MV players don't have 甚至地的游费 都没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澄清 所以大家就可以叫做 对他们是MV的votation 所以第二呢 砍掉树 第二是砍掉树 砍掉树 树还是那个什么 就是要看你中的之前中的是什么树 所以 但是那个树 我老实跟你说我没有去算了 就是如果你是原始森林 是不应该砍来做这个 对 这个已经被控制了 对 然后如果你是原始森林 或者是你是在高原的 那些因为你的这个LSS 是需要这个EIA的 我们叫做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你要DOE approved的 你要那个环境局 才可以 如果你要砍的那个地 要开发的那个地 是在这个保护区 或者是在这个森林 原始森林 他是不肯的 他就会不批评你 这个2D 而且他们其实电网 我们讲到Injection Point Injection Point也不会在森林里面的 它都是在大陆啊 对 所以我们在南北大道旁边 就开始看到很多 中油被困惑成为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是不是不环保了 这个我老实跟你说 我是没有还没有去算 这个森油 森油可以 因为森油也是能够吸 这个也是carbon sink 也是carbon sink 就属于可以吸那个二氧化碳 但是没有forest这么高 但是如果你replacement of 这个太阳能去替代这个氧化碳 因为氧化碳也是会出这个 它的那个 到底水比较少 对对 我们自己反而 或者懂得观众朋友们在留言区 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敢说 因为我真的没有去算过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真的是 其实我们提了这么多的这些马来西亚的能源的政策 有一个人的角色我们不能够忽略就是Tanaga 他到底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他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推动这个事情 还是他会从这个事情里面而赚大钱呢 Tanaga你要想 我们政府很久很久之前马哈电1.0的时候 就liberalize 就开放这个我们叫做IPP 就有发能源发电厂 那个时候 独立发电厂 独立发电厂 独立发电厂其实是开发这个 不要让它这个发电厂是垄断的市场的 其实是更好的 他的问题是在过后政府就值班了 是值班的时候不好的 因为值班的话就不知道谁发电更省钱 因为我如果是公开招标 我是知道A B或者C 我选A因为他发电最省钱 所以我就变成了每一个很多player from monopoly to multiplayer 那个时候 retail 如果其实是按照我们叫做MSC2.0 那个时候 就是retail 现在啊你要想整个电 电的这个supply chain有什么呢 发电了 发电了你就电网 电网了过后就 retail 就用户 用户 去用户 这个叫retail 所以我们已经liberalize IPP很久了 现在with TPA 你就其实是 liberalize retail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retail 我不只是我现在也不用跟TMA买了 如果我TPA 我可以under third party access 但是这个不是住家了 就是大多数是先用工厂和商业开始了 我就liberalize 我就不需要跟TMA买 我要跟 你要跟谁买都可以 跟老师买也可以 你发电我就跟你买了 这retail就开始 现在已经是开放了 但是很多人就问 我们可以不可以开放电网 其实全球没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少 如果你说side B的地方 就是那些disruption少了 就是能源比较 电网要maintainance 就好像 如果你有一个一条路 就你那些一个电网 如果你要让他有另外一个player的话 不是垄断 你有另外一个player 就有另外一个电网 就变成浪费了 那个时候 当时拿一个比较省钱 我有两个电网 我虽然能够竞争 让你选 可是我的cost很高 我两个人的cost 所以有很多国家都选择 我们叫做regulated monopoly regulated monopoly是什么呢 regulated monopoly 就是你是唯一一个电网的supplier 这个TNB是唯一一个电网supplier 但是我是监管你的 有监管什么呢 现在我们其实这个很长 他我们尽管他的电网的 可以是under我们叫做imbalance cost pass-through 就是什么呢 就是IP ICPT ICPT 对 我们会知道你的profit是多少 你的cost是多少 你的capex是多少 你的maintenance operation是多少 所以就算ok你有return 5% 你有return 7% 如果你多你的profit under the regulated 你是要还给 去一个大膨的叫做 Cumplan Wang Industry Electric 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来做什么呢 就是当软价高的时候政府说我们要保护一些比较低收入的群体的 或者是一些行业我就帮你补贴那一个 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ICPT 或者是就是我们叫做incentive based regulation IPR 这一个framework里面呢 去来控制监管TNB 谁在监管TNB呢 就是Energy Commission 我们的Surran Jaya Ternaga呢 就要有一个中立的这个态度 不要跟TNB太友好 因为你跟他友好啊 你朋友犯错了 你会罚他钱吗 不会 所以上一次有一次TNB犯错了 我就叫他们罚他钱 然后叮叮咚很久 然后最后我们就罚他们 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就是那个时候罚他们的 多少钱啊 很少 3点多million很少 对他们来说是很少 已经是最大的罚款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垄断monopoly 你不是我们叫做regulated monopoly because it means that you cannot have overwhelming profit 你不可以能有100%的profit 你的profit只可以7的 我们现在的VAC 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是7还是8 或者是就在单数量的 就不可以给它double digit的 那个是它的distribution 但是那些TNB的investor 你就想这样子我不是不要投TNB了 是吧 但是TNB你要看它有不同的生意 它有一个是电网的生意 就是我刚才讲的regulated heavily regulated 而且它的profit margin也是regulated的 OK 它另外一个是generation 另外一个是retail 还有 还有持点多的export 它有export 它也可以参加那个export的4Gigawatt 不只是其他人可以参加 TNB也能够成家 TNB也是one of the biggest RE player now 也是在生年院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TNB说 我要推在生年院 他们也是会支持我的 因为他们也要play in that field OK 所以这些 所以它没有被牺牲到 我反正是win-win-win 我常常跟他们说 只要有a top notch 我们怕TNB是什么 怕TNB太过舒适 马来西亚的人民就会被 所以他们太过舒适了 钱就 电费没有好好省钱 那些电网随便做什么什么 你太舒适了 你就会让我们人民 没有享受到最好了 电费比较贵什么什么的 我们不要给你舒适了 现在我们连retail都开了 现在TPA it means the retail liberalization 所以它不会舒适的 我就跟TNB说 你要赚钱可以 你要at the top of your game 你就赚钱了 所以他们也知道了 其实TNB也知道 这个是不管谁做政府 这个就是那个方向 让它有竞争力 不是扎它 是让它能够竞争 所以它现在在RE的 在新人员的领域里面 它也是要跟所有的私人的 公平竞争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不公平 有时候政府还是会比较大的东西 还是会先让他们做pilot project 因为pilot 所以比较好指示的就是 天币 那卡里面也是有一些 有一个是给天币 对 而我可能我自己个人觉得 做pilot project不需要这样大 scale 他们是给250Mbps 我觉得不需要 但是这个也不影响我们电费很多 也不影响我们的play很多 我就觉得这个还ok了 所以天币就会有一些 一些这样子的指示 有时候政府让你做东西 可能让你赚钱 可能让你亏钱的 这个不一定了 所以天币的命运 还是要看它自己 你要看它的 management的 efficiency 你要看它的 operation 它的 generation好不好 它的 generation 它 fight 它的IPP 它有多少 power plant 是它的 out of 多少 我们的 generation 多少是它发的 然后在 retail 这个 TPA 了过后 你的 retail 我少了多少个客户 但是天币也是很 aggressive 它也是去找 data center 也是找这些 对 它现在的 data center 生意好像来不及做了 对 所以最主要就是 到底那个市场多大 从你刚刚讲到的 关于未来的这个用电量的趋势 computing power的 那看来我们还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能源的领域 还有挺大的空间 其实投资者也是可以去Google一下 其实这个是全球趋势 Electrification 我们叫做 Electrification of vehicles Electrification of 电气化 很多东西都已经电气化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趋势来的 但是这个趋势最后会不会成型 当然没有人敢说准 可能突然间有一些不同的 我们叫做 disruption disruptive technology 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看样子这个趋势 是各国或者是各个很多研究所 很多机构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 所以电力市场是会有来的大 OK 好 非常感谢 YB 所以今天给我们这么认真的讲了 哇很多 很闷啊 不好意思 我其实很excited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 在被我们去消化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 这一集的内容是有所收获的 记得给多多的点赞给我们的 YB杨美莹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也欢迎你们comment get到什么样的收获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10年意见的节目 那我们下一期再会努力的给大家邀请 重磅级的嘉宾给大家一起讨论的 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 谢谢 谢谢YB BY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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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